继来聚焦,经过六天的精彩赛事 民国102年全国运动会正式闭幕 当中总计16项28人次破全国纪录 57项109人破大会纪录 而高雄市则是以61面的金牌 获得这一届的总统奖 热情的啦啦队为本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典礼 拉开序幕,历经六天赛事 东道主台北市约满达成任务 进行颁奖典礼 代表你给争生,哦就是我们的父亲的啦 你给争生的奖励哦 102年全国运动会成绩 一共有16项28人次破全国纪录 57项109人破大会纪录 高雄市以61面金牌得数 总奖牌176面位居第一 获得总统奖 而台北市和新北市则是紧追在后 看到电影《三太子》出场表演 就想到了高雄市 没错,全国运动会两年后 接棒的就是高雄市 副市长李永德代表接下会期 总共市长将全国运动会的会期 交给我们赛政的一般城市 现场最爱的新世界 紧接着习圣伙 相约两年后 104年全国运动会高雄事件 中日新闻王志仁,郭壁淳 台北采访报导 新闻王志仁,郭壁淳